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幕開快了 總之被人抓到人的路障 這樣真是不幸中之不幸 恆中之不幸 這樣也有 聽不聽他說也會死 你聽他說 你會死 被人撞死 你不聽他說 他一樣告你 聽他說也會被人撞 有個撞到斷了骨 還收到一個以檢控通知 準備過你的 你斷了骨你的事 這樣也可以 因為你聽警察 可以這麼荒謬的事情 可不可以說你做人肉盾牌 可不可以叫那些司機先走了 還要坐在車內等人撞 他真是 你是有常識的 做警察 是不是 這些真是太大話 我的車總之沒事 我沒有做人做路障 不用擔心 但是香港現在所有 供樓的業主 我不想說是偽民 隨時變成人肉路障 變成什麼人肉路障 阿楊就提醒我 因為現在美國開始夾息 開始上了 其實已經說了很久 是會上了 前年金管局局長 白頭飲都已經出來說 利率正常化是應該的 不過問題就來了 這樣加息法會發生什麼 它低息了很多年 我們看到2015年到現在 美國三次加息之後 香港是沒有跟 按道理 我們大家最基本的民元基本部 一般的常識都是 因為聯繫匯率 我們應該是跟美國同步加息 沒錯 加就這麼多 減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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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步的 但現在是一個奇怪的情況 即是 它的息口 美國已經加了之後 香港是不加的 而且它從上星期四到現在 大概一個星期之內 尼密今早早 它是十次入市買入港元 它寧願接貨 接貨 都不肯去加息 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是值得延售的 你訂了波子給我 訂了波子給我 這個劃分兩頭港 很有趣的故事就是 因為先前港美的經濟走勢 是背遲的 也就是說 香港經濟是非常好 照理應該加息來冷卻經濟 因為正如剛才的外表 覺得很坦白 照理在聯繫匯的情況下 除非你想拆了聯繫匯 否則美國加息你不加不行 或者美國減息你不減不行 先那一陣子 都已經有些觀眾瞎差了 香港的樓市抗爭 一定是美國減息的事 如果是這樣的 你也可以不斷說 減息樓價升 會否炒會借 雖然未必每次減息都會借 很奇怪 其實香港樓價狂升 就不是過去長時間發生的事 差不多去過了2010年 一年才開始叫做升 在很短很短時間之內 幾年追回十幾年的 應該要有升幅 它的升幅應該是 從2004年開始就止跌了 止跌之後到2004年 到2007年的時候 是升了一陣 但不是特別大幅 跟著金融風暴又插水 插到2009年 然後美國就一直用超低息 然後2010年 你剛才說了 突然火箭一元這樣飆升 但中間的小轉折 就是歐債危機 都插了東西 2011年都很清楚 所以差不多不到2010年樓價還未升 打橫行 十年樓價差不多不升 然後過了那段時間 突然升 突然升到很強 才叫做比起1997年的高峰 有一個明顯再上升 我早已說了 如果你絕對將樓價和息口掛鉤 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大部分情況下並非如此 所以今次的問號就回來了 如果你說是息口升 樓價又會不會正常地下跌呢? 暫時未見到 為何你說完全不升 是未必一定 我早已說的 結構性息差 是有這件事 說完是暫時未跟美國加息 但銀行同業拆息 銀行是緊了 銀行同業拆息是升了 好 我們這個節目 想盡量令大部分的 深入淺出 深入淺出都明白什麼 什麼叫銀行同業拆息 銀行和銀行之間借錢 是很短期的 我記得1997年的時候 銀行同業拆息 300厘 300厘 最厲害的時候 我在現場 我在現場 就看到銀行打電話來 哭了 你不要提款 現在都有些銀行 尤其是小型的銀行 開始絕量增加一個定期 定存一回事 你真的和借錢買樓 很不同的兩回事 借錢買樓是計算利息成本的 一般是兩種利息成本計算的 銀行所謂最優惠利率 其實不關銀行事 是銀行和客人的事 銀行和銀行拆借 沒有所謂最優惠利率 是銀行公會建議 給零售客戶參考 所謂最優惠標準利率 有很多時候 如果大家借錢買樓 你會發覺是P減的 不是P加的 正常情況下 利率要加的 但又要講清楚 銀行的成本 並非是最優惠利率成本 銀行的利息成本 是銀行之間拆借的成本 即是你沒有錢我拆給你 銀行之間互借 即是說周轉 我們所簡單的說 做生意後現金周轉 銀行亦一樣 就是這樣 銀行之間的 所謂真正資金成本 就是銀行同業拆借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會不會動是會的 它真是按市場供求的 你不能夠說 我買在港元就不會升 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銀行之間拆借 供求緊張 自然的息口會升 所以為何要提升 20年前發生的慘劇 就是1997年忽然之間 所謂打大鱷 他夾到你 夾息夾死你 任一招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得升息 債升 因為你要借錢來掩帳 但是大鱷沒有錢 所以你要借錢來掩帳 就借到沒有了錢 於是銀行同業拆 即銀行對銀行都拆不到錢出來 結果一晚夾到300厘 是這樣的來的 即是大鱷 應該根據這個信派條例 拘捕他 所有銀行都要拘捕 那件事 那件事 大鱷是300厘 銀行有300厘 那些口律三千元 但要提醒大家 真正銀行的成本 是銀行同業拆息 而根據銀行同業拆息 再加回利潤 即是所謂息差 就是他借給你的錢 應該會賺回來的利潤 但是如果他用P 即是prime rate 通常都高於銀行之間的成本 他計算出來 發現原來低於P 因為他成本加利潤 成本加利潤 成本加利潤 比最優惠利率還便宜 當然是P減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大家享受了這個紅利 就不下四五年 尤其是炒價 享受這個信派紅利 就不下四五年 在超低息環境下 正常情況下 你不借錢 才是賺到你傻 即是你不發瘋 你等於有問題 在香港 這是很不正常的狀態 是很不正常的 很不正常的 但今次所謂說 港元利息不升 不是絕對地不升 剛才剛才提到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最優惠利率 用那個利率來參考 借錢買樓的話 那個是會好時先動的 因為距離成本差很遠 距離成本差很遠 所以它可調動的空間很大 有段時間都沒有移動到最優惠利率 為何大家的荷包暫時未受損呢 就是如果大部分的借貸買樓 都是用最優惠利率來借的 除非你美國的息口 慢慢地上升 都隨時接近你那個最優惠利率 這樣便有機會你的息口會升 因為P是會移動的 即使你簽了二十年 以約P減二 如果P減到十 便要給八 而P減到五 它減到二 只是三 基本上大家暫時未感覺到任何東西 因為有兩個很平衡的市場 一個是零售市場 銀行之間的機構市場 兩回事 機構市場是很緊張的 提醒大家 不要不樂意這件事 是很緊張的 因為美國的美元的銀行同業差勢 因為美元已經在升 很緊張的 差不多短期 即至近兩厘 香港很過癮 香港港元的銀行同業差勢 港元是低於兩厘 正是結構性息差的事 上幾集已經介紹過 大家可以回歸一歸一歸 香港另一種情況 就是港元忽然水浸 有很多港元在香港不知為何 可以拆借港元是很方便的 原因就是先前 香港的外匯傳底真的很厲害 外匯傳底厲害之餘 還有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香港的外匯是如何賺回來的呢 這個才會過的 所以香港港元 你說它是強勢 又不像 美金是會插水 所以現在是嘔吐美金出來 托港元 入市港元 托港元 我們這個節目 盡量深入淺出 因為外面現在有些分析 有一件事就是 阿斯拉仔的認識 阿斯拉仔的認識 經常說很多很奇怪的金融術語 例如 他們自己明白 說到全社會大多數人不明白 我們盡量去檢查 Adrian 是 又有人提議說斷 斷了 斷了 動了嗎 不好意思 另外有個頻道剛才出過 斷了 OK OK 看不看 那一段時間就斷了 好 不要緊 不要緊 應該在動了 OK 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調查 小心出 所以阿斯拉仔怎麼握法 打斷了 不好意思 繼續阿斯拉仔再說 我們想盡量解釋到底利息怎樣定 剛剛說到 其實香港外匯存底是很厲害的 世界上都頭排第一號 頭幾名 如果以平均來說 都是三甲以內 很可怕 通常一個貨幣是下跌的時候 或是弱勢的時候 他多數是他那個地方 基本就是看全底出問題 好像歐債危機 你講就是這樣的情況 搞到歐元堂插 希臘跌到 各個 國家破產 嚇到 見到希臘聽到希臘 聽到希臘都害怕 是債仔來的 但為何香港那個 港匯會這麼弱勢呢 至於香港不是沒有錢 是水浸 其實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你港元和美元掛鉤 如果港元本身不是跟美元的息口走 照計 美金會升了 港幣會跌了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維持7.8%的兌換率 就拼命沽港幣買美金 純粹是利息 息差 息差導致你的貨幣價值不同 既然是等同的價值 當然是換息口高一點的貨幣 但息差之前也存在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 其實息差也不止今天開始 為何金才是一個臨界幣呢 是這樣的問題 好像有樣子 為何金管局寧願入市買港元 都不加息 沒錯 已經買了十次了 三百多億 為何他就是不肯加息呢 到底加息這件事 金管局管不管道 這是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因為香港照計 利息是市場化的 跟中國不同 中國可以指定什麼利息 金管局可以給你一個指導 但他很難做 因為金管局其實 人有做的事不多 正如剛才大家留意到的情況 他只可以賣和賣港元美金 不是做得很多事 因為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 高度開放的 國際市場的金融體系 另外它也是一個聯匯 你亦不能完全不理會美國的利息 是高還是低的 你一定要跟 亦都要跟國際市場遊戲規則 為何就是你說金管局不能夠決定 金管局不能夠行政決定 還是有其他力量令它不敢動呢 這是另一個speculation 很多陰謀論 坊間也有陰謀論 幾種可能性 如果去做一些指導性的事 其實好像中國這樣可以 你夾銀行要求提高儲備率 結果你銀行之間能夠借的錢便少了 你銀行之間能夠借的錢便少了 你自然的息口便升了 就這麼簡單 這是供求問題 但又有過癮在這件事 為何寧願你金管局動手 托市也不托息呢 的確就說回剛才那件事 如果你利息真的跟著美金息 去到某個臨界點 有很多人可能是走不及的 走不及的 第一,各位留下 就領教過97負資產是甚麼一回事 明白嗎 如果走不及 包括了很多東西 不是在供樓 你做生意那些 你的應收帳 一個多月才收到那些錢 你會有很多時間差的 所以如果說你做生意的班 要重新調整你的成本 或者價格 去遷就你的所謂高息 或正常的息口環境 是要有時間的 為何說先前 你說他開口牌也好 怎樣也好 美國人就不是趕盡殺絕 他不能趕盡殺絕 都是市場化的 聯儲局一早已經說了 利率是會正常化的 因為那個超級無敵巨型 美國的海嘯金融 倒水出來那一刻 是會收的 你不可能超額地借錢 令到人為通脹 沒有不可能 這件事 但美國不能不升 息口環境是正常化 就業也好 經濟也好 增長全部的利益 都是正數的 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利息正常化 是極正常的一件事 如果看歷史息口來說 美金五利息是很正常的 五利息很正常的 去到零利率 或零點幾的利率 是非常不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試想想 由一利便五利 會發生甚麼事 這叫正常化 大家明不明白 如果你是用最優位利率定價 所有市場行為 你定價的話 衝擊會比較少 因為有空間 讓你容留 衝擊 就算要改 都要通知你 變成你的薪金 不會忽然間加 你供樓要加息 那怎麼辦 你先跟老闆說一下 老闆不會馬上加薪金給你的 除非香港經濟好 都不得了 個個打工仔 都可以加薪金 都可以加薪金 自然就會加薪金 因為你都不想要死 除非加薪金 加薪金 加到一個程度 企業都會死 企業都會死 是甚麼情況 1997那次 1997那次 2003那次 2008、2009都有類似 為甚麼會死呢 就是銀行下雨收支 經常是 對 經常就是 最需要資金周轉的時候 銀行為了自保 突然間生水喉 那你做生意的資金周轉 就會出問題 是呀 因為銀行借錢 他們永遠有些型頭小置 他們隨時收回 而最慘的是 為甚麼中小企特別嚴重 也是一個很普通常識 就是A企業 跟B企業做的生意 可能大家都是正正常常合作 但因為銀行一收支 A收不到B的錢 B變成欠C的錢 即是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之下 就出現整個中小企大規模倒閉 現在是失業潮 1997那次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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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持續到2003年 而且殺傷你的持續性是很強的 那些企業倒閉了之後 你的經濟這麼容易復原嗎 就業也是 結構性改變 而且香港除了這樣 令人害怕之外 還有它的樓價 因為很多中小企 是利用它的物業去融資的 當它們的物業 融資物業價格一跌 融資能力一下降 甚至銀行追回你 又會收水 收水追回你已經太早的款 惡性循環 這樣就真的是惡性循環 錢收不到銀行的追債 而你可以融資的那塊物業 就縮了水 所以有一點 就用回這個所謂 童年陰影理論 20年前的童年陰影 令到香港當局 的確很怕失魔這件事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想 是否政府寧願出手 買港股美元 都仍是托低息 目的就是托樓市 又不想說托樓市那麼嚴重 先說回 其實政府有很多人沒有找銀行的 香港政府其實是小政府 金管組你看到它 金管組是巨形無敵巨無霸 至於 其實如果你按照當年 沒有叫做 林行指 還是哪個 評論家說得好 像尖春克國 金管組局長的位置 中學生都可以做 為什麼 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買美金 沽美金 他們說 你決定了 7.8 高了 沽低了 買 有大額 你 就拘捷 那時候有大額 中學生是誰 認識這條大額 所以那時候 根本是工人負責 有一個強藥方對會保證 強藥方對會保證 什麼叫強藥方對會保證 太複雜了 大家都不明白 當初是7.8 7.8 他都會動 動多少才動手 說得難聽一點 你這個中學生 佛留堂 說他知道 5分鐘遲到佛你留堂 還是10分鐘遲到佛你留堂 中學生都明白這件事 所以對於金管局來計 其實執行上有難度 不確定性太大 你到底7.8 這個所謂兌換率 高多少才入市 低多少才入市 後來就叫做量化了這件事 有一個強藥方保證 由7.75就強 7.85就弱 7.85就弱 中間差不多有幾格 就是空間 他可以不做任何事 照市場調適應 問題正正回應剛才的樣子 其實有些事實際上是很害怕的 假如你容許聯繫匯率 都有一大約的價差 我沒有理由不會要求 港美利息沒有一大約的利息差 給我看 明白嗎 其實有些東西是很機械化 變成了一個色差的存在 港式低於美色差不到 你很長時間的 就是基礎解釋了 基礎解釋了 其實就是強藥方保證 正如現在 7.85就賣 升了7.75就賣 中間其實他可以不做任何事 正是因為他不做任何事 市場自己調節的話 只會不做一粒色差出來 這是結構性的 所以不要以為太大的陰謀論 但有一件事提醒了大家 陰謀論加科 就是假如真是觸動到某些基礎的數據 例如美國息口真是 升穿兩厘三厘 去五厘走的時候 你香港可不可以不加息 沒可能的 因為你現在已經去到7.85了 你再拘捕他的息差 那你就更加多人沽港元 其實說得難聽些 所謂大海無量之不合理 是可以沽香港的港元都可以 要的話 人家所有持貨幣都拿了美金 不拿港元 他可以照樣放在香港就不放港元 那你怎樣 你沒有他收的 不等於香港的錢會不見了 但港元就會不見了 這件事很大事 其實如果你看回價格理論的話 你真是跌穿那個價格 你要沽美金買港元 是無限沽無限買的 明白嗎 所以變成這件事 大家害怕就害怕 我又不覺得是甚麼特別大惡的事 套凳的事大家都懂 無本生意 為何不做 套凳的事 但套凳去到甚麼情況下 會停止呢 就是利息趨接近 未必是完全一樣 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始終有一個所謂 強弱方的價格保障 中間一定會有息差 因為貨幣兌換不同了 息口兌換都應該是不同的 永遠會有很少的息差 息差是否會大到令你狂炒呢 未必是 以前市場發現平衡點 大約在一哩 大約在一哩 不是絕對的 很多時候短期都會有改變 但大約在一哩 自從強弱方保證這個所謂 價格區間出現之後 利息的區間也同時出現了 先和大家解釋了 不是這麼多這麼多人害怕的事 回到剛才說 香港政府會否做一些措施出來 保障一些藝民呢 未必可以 又是這件事 真的 香港是自由市場 真的自由市場 你如果是天價 過萬元赤馬一層樓 你供得起 你很厲害 問題我們經常講經濟分析 不是說絕對數 抵不抵的問題 沒有絕對數 你住 正如說 2003年的時候 你都是睡一張床 你現在是 2018年 你都是睡一張床 為什麼這張床的價值會升 除了說通貨膨脹 沒有話可說 通貨膨脹是一個基礎 不是 通脹大概每年都是4% 不是很高的 就是騙你的 因為香港通脹計算 它有時候不包樓價 沒錯 它就是不包樓價 如果你只是計算樓價 死了 它是很厲害的 正如說 適口升三宵公港 適口升不表示 和樓價未必一定是百分百關係 香港的情況 沒錯 這是最特別的情況 最近說 有一個業主 單獨一個業主 立了一萬五次的貨膨脹 不是第一次出的 這個數目點價 一上次試過 長期存在的 很久以前試過 有人問股價署 到底你退那個對象 要統計給大家看 一看 差不多一十億 那些經濟結構 是喪心病狂 你填了所有的海 產了所有的水塘 大家一滴水都不喝 他們這些一萬多個單位 它能夠你十幾萬個 你建多多樓 你都不夠這些喪心病狂 去吃人肉 喝人血 所以一定要嚴懲這班人 還有人不能 你一個人都是睡一張床 一夜晚 你一晚睡了一萬五千張床 是不是 你在香港是可以 這是奴隸社會 人炒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 有些東西不能夠炒 基本醫療不能炒 然後你搞醫療產業 變成醫療產業 基本糧食你不能炒 香港都正未去到這個地步 土地和住宅樓宇 是絕對不能炒的 一炒 你就變成大部分 影響民生 影響民生 和香港什麼港獨 什麼真普選 這些都只是表轉 就會是因為這樣來的 真真正正的最基本矛盾之源 全部都是因為 泰國喪心病狂的屯樓 全地炒樓 當然不會說他干預市場 他就是干預市場擺明 他又建公屋 又建居屋 又建隔屋 又建隔屋 為何會有這樣 租務管制 租務管制 尤其是英國打死都不切 英國打死都不切租務管制 你說他如何扭曲經濟一回事 正正是幾十年為何如此繁榮 就是因為有市場干預 還有租務管制 好像阿楊所說 我不採取一些野蠻的動作 來打擊你的有錢人才算 起碼都要弱制著野獸 有錢人不是 我不是打擊有錢人 有錢人賺錢賺得來合理的 是對社會有貢獻的 現在這些是破壞社會 食肉、飲血不吐骨 怎樣可以容忍這些事情繼續出現 其實這個都不單止香港的 普世性都可以 香港是最極端的例子 香港是沒有任何約制的 原始的資本 很野蠻資本主義 香港這個不是野蠻那麼簡單 簡直就是禽獸不如 所以西方的文明社會 甚至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社 一早已演化了社會的平衡機制 所以你會徵收物業稅 會徵收物業空置稅 會徵收物業買賣增值稅 萬稅有這麼多成本 其實就是用來約制你所謂的侵略行為 你的社會才有穩定 而且加上香港一個這麼極端的例子 我也是沉悶去講一句 那些炒樓應該拉他坐牢 和罰到他破產 一定要這樣才能 駐亂世後要用重點 香港的形勢跟其他國家不同 所以英國老幹事怎麼做呢 其實是類似一些懲罰性措施 你會看清楚你會知道 所以是租務管制 不夠的 不夠的問題 他起碼要有一定的約制 九七前才算 他真的有租務管制 真的有租務管制 變成你要略奪性 用收租的東西來 迫人噴噴噴噴 其實你能夠做的是有限的 他不是要完全消除這件事 他依然用了自由經驗處 但是他建立了 他堵塞了一個時間差 即是你不能一下子加租 加到這麼瘋狂 你會有加租的上限 又是剛才我說的 同樣的道理 英國人很清楚 什麼是循序漸進 跟利息一樣 如果你的東西突然變化太大 你的經濟是適應不到的 同樣道理 你不能夠不找地方住 因此你的樓價和租金 不能夠隨著市場隨便搖 否則你的人的生活安排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跟經濟是相反 你對照鏡一樣 經濟是很冷酷的 經濟是很冷血的 我不是懲罰邊外的 反正是 為何當年英國人會有租務管制 他不是有滅絕這件收租行為 但是他有約制收租行為 他不是要限制你增加租金 他要令你增加租金有一個時間的上限 即是你做租客的 你也可以找找另一層樓 變成人家供應新樓 起碼有一個時間差 新樓供應有時間差 為何加租沒有時間差 同樣道理 英國人的計數很聰明 他不是一條絕對對的數 但他確保一個方向上是對的 所以你是不是收稅 令你炒樓沒有錢 不是 它是增加公屋和居屋的供應 令到你市場上多了一種另類競爭 你不能夠拼命坐地起價 所以為何英國人做的事 其實都有點類似 阿仰想達到目的 但他的懲罰手段 不是那種直接打你去坐牢的那一隻 又反過來令到你有資產那些人 不能夠用盡你的優勢 去剝削到盡 還有你想想 你說謀事在人 哪一個英國的財政司 會是經營 以商業經營的模式去做劏房的呢 你蕭公說英國 你自己說這麼多年英國 哪一個財政司會做這件事 如果會做的話 英國的財商基本上已經被人拘捕了 他們明白什麽叫利益衝突 所以變成你英國政界很明確 你不能做利益衝突的事 還有一件事 最後分別有什麼加科 英國有選票的 你不喜歡的政府 Fold him down 你有沒有這支歌仔唱 就算以前香港沒有直選 沒有立法會選舉 沒有立法局選舉 英國下定機會 會不會去買個堂樓 隔幾十個單位 然後放一個廁所給人共用 然後自己去賺盡這些東西 不會的 第一就是這個道德水平很不同 收養的問題 撇開主觀 經常說很客觀很冷血 撇開主觀因素不理才算 你以為英國駐港的殖民地官員 都不是要回老家回報嗎 他回老家回報的時候 他的事頭婆不受選票限制嗎 一樣的 當年記不記得 這個廉政公署 承諾的時候背景有什麼加科 因為有一個英國的大審建議勇為 葉錫欣建議勇為 走去英國告漁狀 走去英國找上議院 那群議員 找下議院那群議員 上訪告狀 英國朝野震慕 殖民地搞到烏煙瘴氣 那事頭婆 樓上的皇冠 殘面何寸 殘面何寸 旅王的殖民地 於是乎清算了這麼簡單 因此成立完整公處 所以有一個假象 以為香港以前沒有民主都會有法治 其實最大的因素是 在祖街有民主 所以殖民地不能夠沒有法治 你明白嗎 還有英國的法治 也是西方國家之中最成熟 最完善的那個 所以那個母體是這樣的 殖民地最平和最前進的 不過我想起 蕭公娘剛才說的 對資本的弱制 就是想起三民主義 折制資本和平均地權 沒錯 其實那個社會主義是 那些主要的光明是吸收的 古代都有做過這件事 香港很多耶倫都讀聖經 我跟你們說聖經公義 聖經公義 當年有個叫做尼希米的大群人 去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但法國那群回到祖家的那群猶太人 即是被巴比倫秘魯之後 去重建國家 因為有一群人比較有錢 即是回去之後 有一群比較有錢 有一群比較窮 有錢的那群猶太人 那群猶大人 就買了自己兄弟的地 令到那群失去土地的人 就沒有了生計 是的 《教育聖經》 是的 《教育聖經》有說是尼希米記 接著他就拿了那群沒有地 以及納了很多圈地的那群有錢的人 就罵你這樣怎樣怎樣怎樣 最後哭了 我們買了也給一些窮的兄弟 不要自己納太多 但猶太人大家都知道賺錢很厲害 他們猶太的經典 你看《教育聖經》也知道 那塊地買了之後 他們以七來計 七、七、四十九年之後 你的擁有權是完畢的 確保你是不會出現一個 永久壟斷 是的 馮博說得對 不會有永久壟斷 和不會越壟斷越多 是的 那這個社會才有得延續 延續發展的基礎 這些古代智慧 就算做奴隸也有一個限期 限期 都是七年 以七年來行的 其實你看回整個西方社會 你說DNA有什麼文化基因 如果是以耶教衍生出來 以聖經宗教衍生出來的話 為什麼會這麼注重所謂法治的概念 是的 法治這件事是超越人類的 所以你看到聖經經常出現的場面 就是講數 講數 約法約定 約了簽了 你要守法 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只留意到 舊約和新約的約都已經明白 大家明白 香港的大型教會 去國命掃蠻窄 馬上犯了 來到香港 什麼都變了 但我要補充一下 當猶太 第二次復國 打完二戰之後 其實他都可能會面對同樣的問題 是的 其實以色列的稅率是很重的 他都是行社會主義的 是的 他都是行社會主義的 其實目的就是 第一 你不會給你們圈佔土地太多 不會令到財產過分集中 一旦你的財產過分集中 和貧富完全有極端化 每個地方都有窮人 不是說他極端平等 不是 但如果你去到香港的地步 你的人是不會團結的 你的社會會分裂 你的社會分裂 整個猶太人會含架 他們的經驗就已經知道這個 沒有錯 為何英國都繼承了這個概念傳統之後 其實都不是說很 都挺近期的 老實說 以官地的概念 18、19世紀 要重新建立這件事 因為之前人口不是那麼多 你不覺得 你不會趕上人 真是跳海那隻 但18世紀 首計19世紀之後 開始公元革命 是 部分人真的變成暴護婦 就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剛才那樣的情況 就是他買越來越多地 你沒有地的人幫人打工 就是圈地運動 很殘酷 所以如果大家看過迪根斯的小說 英國當時的社會矛盾到哪裏 就是這樣 穷的 穷的洞 賣身幫人有錢都打工 有錢都不用做 收租 沒有地的人 就被迫到城市工廠 住坪萬斯的社會很不穩定 所以後來英國政府又是痛還是思痛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 由於DNA作化 看《聖經》便知道什麼事 原來要限地權 所以怎樣有馬克思 馬克思有因子的觀察 有少許觀察 如果你說《聖經》內所限的 七、四十九年之後的上限 英國有上一概念 九十九年 是政府租給你 英女王王恩浩代租給你 理論上香港是繼承了英國這種土地擁有權 上限時限的話 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穩定機制 但是以前的九十九年 可能很好用 現在九年九都不是很好用 而且英國人除了一些 基本上土地可供住宅 工商業用途之外 還保留一大堆的交易公園 有規定大堆 除了它基本上是為了保護食水這種實用之外 它亦都確保有大量的公家土地 是在公家的手上 不會出現一個土地的極端壟斷情況 這樣社會便容易比較和諧 它調節土地的能力 和調節小資源的能力便是強能 沒有人會像現在這樣 把這些家當都拿來剷掉它 然後賣掉它便說搞定 即是拜家仔才會這樣 爺爺剩下來的那些好東西 拿去賣 賣了便可以 這些財產是沒有用的 不賣便是沒有用的 這些是拜家仔概念 所以你不可能不考慮一件事 好像阿楊說 如果當年英國人的盆算 政府要拿來剷掉 你看到97年之後 完全不是這樣的 你看到所有土地供應擁有權在手上 政府其實是最弱的 扣除了家庭公司 政府掩蓋著很多東西不跟你說 例如有些可以開發的不跟你說 可用的地不同 棕地諸如此類 蕭公那些不將死了很多 前幾年那些 其實那個土地擁有權 基本上就是在地產霸權手上 你說它不是地產霸權 甚麼家庭都可以 問題是 照計香港有一個首富 基本上是世界上最開心的農民夫 他買了世界上最多的農田 不過他不耕田 他不耕田 大家想想 平均成本是100元一呎 農田 整個新界差不多 已經落入私人發展商手上 政府是沒有訂期的 沒有的 他唯一的一條防線就是規劃 可以將農地變成住宅 或者變成工業 他現在是搜得 我覺得不搜得多久 我不知道該怎麼搞 這件事的確就是 為何有這麼多私人土地儲備的情況下 都會用交易公園來解決問題呢 又或者明明整個尖沙咀這麼大 現在是戈爾夫球場 整個尖沙咀由尖旺加在一起 高爾夫球場 一千元一年租出去 他說不能動 他說不能動 所以有人打球 高爾夫球是一種非常有益心的運動 你猜到大灣區 不叫人去大灣區打高爾夫球 是呀 你住一定要去大灣區住 打球不會去大灣區打 是你們要去大灣區住 不過我打球一定要去香港打 請問 怎樣接受呢 香港不和平 香港不融洽 深層次矛盾 一字任淺 關鍵都是土地問題 但不是缺地 而是地過分的壟斷 以及極端錯誤的土地政策 才會造成 習總說的樓是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的 這一句是香港人先說的 以我所知 內線已經說了 後來一直傳到北京 習總拿來用 習總說 正常 但沒有人會跟他在香港 其中開放地方政府 那一大裁員 就是變賣土地 抄香港那一套 香港的基礎有點不同 香港是因為殖民政府 它要避免一個明顯的 直接的稅項 所以它就要用 大家一起炒 那你的中產 為我買高買 但可以高買 我又開心 那是觀感問題 雖然是另類稅款 但我心理上覺得 我有份擁有 那這個是權宜之計 它是權宜之計 但是在大陸當時 他也是一時權宜抄你 他自然也有這個惡果 但是土地有關的利益集團出來 有很多恐怖的事情 整個推土機強拆的時候 連人都滾到變獄像 經常發生這些 成為大陸一個最 群體性事件的最根源 很多農民被人掙地之後 是沒有合理的補償 而且是用很暴力 很殘忍的手段去掙地 而得益的是個別的利益集團 而且是一種官府 和地方的欺負 當然是利益一定的 他當然是用他手上的權力 換取財富 這些就是香港對祖國的貢獻 貢獻還貢獻 又是說一句 你不能不配合英國佬 原因就是你表面上看起來 相同的土地管理制度 為何在英國佬管治下 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也有少許的 放下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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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大陸的很文明 小事 英國佬明白一件事 水情無如 他不會趕著你 知道他也沒有打算趕著你 不過他導向的方向很明確 是否英國佬特別道德高尚 或者社會主義 又未必 因為很實際的考慮 英國佬長於管治 這是真的 大家明白 他全世界的殖民 都拿了經驗回來 他管領到 其實手法大同小異 要如何剃除社會和諧政權 馮波勒斯說這件事 如果你能剃除表面上的雙贏 起碼大家也會拒絕 擺明有人立了 你會不會拒絕 你如何安定 而且你被人立了 那些人最低的安全線 就是我們說安全網的問題 你以前那些貧民 起碼有福利國家的出現 令到他不會餓死 那就不暴動 這麼多說外圍的事 一個核心在哪裏 又回到剛才說的事 正如當年大家被一個幻覺壓 即是鄧小平也被一個幻覺騙了 就以為香港在沒有民主下 都會有法治 都會有文明管治 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因為英國祖家 它都是一個民主政府 它不能夠不令到你的殖民地 都要走回它的管治水平 或是法治水平 它不可能不做這件事 所以結尾是一個很古老的問題 為何經常說民主是對社會最好呢 它未必是世上最完美的制度 但至少是好 沒有其他制度好 還有那些人經常說 英國一百多年都沒有民主 十九世紀的情況 和戰後幾十年發展的情況 亦都是兩個世界 英國真正有普選 在一戰之後 女性也有 而且還是三十歲的那群女 這些都是一個社會進化過程 而且有一個背景 我想很多評論的人忽量了 就是香港居民的定義 其實二戰前後是有少許不同 因為在二戰前 基本上華人的地位是個客 真正殖民政府負責的對象 其實是歐殖人治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當時 如果我們讀社會政策 會有一個背景 就知道 制定不到社會政策 當然有些人會離開 他離香港 除了很少數 在香港 當然越來越多 但是 真是說香港有一個常住 而且是不會離開的 最常居絕就是二戰之後的事 就是四九年代變成 還有他鎖到國 他不能回去 主要 為何是馮國這件事 大家想想自己的身份證 其實都是戰後才有的 才有一個香港居民 以華人為主導的社會 以前是大家隨便 你去廣東 去香港打工 其實如果你會坐飛機 在中東轉機 你在卡塔爾 你看到那些情況 那些全部是外來人打工 其實以前香港是這樣的 一戰前其實是這樣的 全都是外來人打工 這個例子 1925到26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省港大罷工 那個中心其實是在廣州 那場運動不是在香港 他說要將香港變成死港臭港 就要制裁香港 一呼百應之下 有25萬人走路回廣州 走路回廣州 走路回廣州 香港變成沒有了一半人口 根本那些不是常駐人口 那些都不會將定義指 香港人 來香港打工 即是做碼頭姑娘 或者做其他的事 沒錯 所以當時你要藉民政府 去制定福利政策 其實是沒有這個基礎 沒有這個基礎 你沒有常駐人口 主要的常駐人口 其實不是華人 這是很根本的分別 應該只有部分華人是常駐人口 然後二戰後 香港的身份 就是所謂借來的五十年 因為當時 其實他也有少許遇到大陸有機會 其實是有機會收 就是蔣介石 應該是英國一組 已經有這個去席化的概念 對 二二大戰後 李聯合國成立 其實已經有一個約章 說了 是要終結殖民地 這段時間 楊悟奇的計劃 其實已經是想引入選舉 當時因為大家都知道背景 中方亦有反對 所以幾次 港英提出了有限度引入選舉 都是中共否決 而當時當然香港的環境也極度不穩 所以也沒有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 在殖民地難民社會 剛剛解決了這個需要的時候 也出現了一半 即他開始要想這個問題 也都戰後 其實他是容許 也有些學者計過數 很有趣 其實由殖民地移戰之後 其實港英的跟著經濟 是完全差不多一致 經濟增長 GDP增長 和福利胎支是同步的 這就是港英之道 他是有多少 他放多少給你 他不是仁慈 記住 但是他明白到 如果他再是以前那種完全不理 他的管治是會出來的 還有有一件事 他會避免一些過分的利益集團 去壟斷某些基本民生的東西 你剛才說過哪些基本民生 米 米的發牌在這裡 你一定要儲備一定數量米 以及不能夠有米箱壟斷 另外 就是說公共村 大家都很熟 公共屋邨會不會有領匯呢 那時候 會不會有領展呢 那時候 不會的 陪套政府送給你的 不止 我以前在公共屋邨做過 他們的店舖 甚至街市買東西 最多只是兩檔、三檔 每一檔 可能兩檔、三檔 但是到四、五檔 其實不行 為什麼呢 只能夠基本糧食 基本生活的物資 一定要平衡 不能夠養惡性競爭 不能夠完全沒有競爭 還有公屋邨的店舖 公屋邨的店舖是政府的 相對低 在屋邨裡面的人 可以享受一個比較低的租金 又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廉的價錢 買到生活的基本需要 你不用大富大貴 但是大家的生活都一直安定 怎麼會搞到連屋邨商場的小老闆 跑去跳樓 還沒聽過 所以當時有一個批評 領匯是一個私有化 但並非市場化 因為有個客觀現實 很多屋邨裡面只有一個商場 那個就是公家的商場 如果你被它壟斷了 因為有些屋邨 你是明顯地要搭很遠赤 那些人是不會的 他們被迫住在這裡 要這樣讓你刺 所以如果你是用完全謀利的角度 去發展領匯 就好像這樣說 住屋領匯配套這些 是不是可以用一個完全商品化的方式去做 社會的代價就是不穩 社會的代價就是不穩 社會的代價就是大不穩 我們這個就是要 不要反相 不要仇富 我們要鼓勵競爭 真的不需要仇富 你要想清楚 是你為富不仁才會得氣 領匯或者土地的團職 那個是否一個市場化行為 還是反市場化行為 反市場 反市場 因為反市場 所以大家想清楚 屋邨有多少選擇 都有選擇 設計原本就是 你不需要這樣選擇 其實你看看領匯的招租文件 它裏面有一個強調的一點就是 大部分的商場 屋邨裏得去 所以它有價值 這件事已經暗示了它是一個獨市 所以為什麼領匯 不要被鼓勵這麼升 你私有化了 其實它不等於有市場化 市場化應該是有競爭的 但是 市場化能夠帶來公眾利益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就是它有一個帶來競爭 就是將東西營運理性化 當然領匯做完之後 有很多商場 其實它的門面是亮麗了 某些管理是好 這是事實 但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沒有變化 是沒有市場化的私有化 這個是一個 我想研究商的問題 在學界裏面 都有一個共識 都是一個批評 真的很清楚 因為前提條件是市場化 它沒有的 但它沒有 你沒有前提的情況下 就不是市場化 因為它屋邨的設計 我們看一看 這麼多棟樓 中間一個 是社區 其實是凝聚一個社區 社區建立之後 其實屋邨範圍已經是一個穩定的社區 你所說的獅子山下精神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這樣 你不能夠抽離政府 刻意培植的形象 所以港英社會是 即是積極不干預 其實是一個名字 名字 它在土地市場上的干預 主導權很大 其實很大的 土地控制住 從來這件事都不是市場 絕對不是 問題已經是政治 我經常說是長於管治 它令你相信是市場化 的確有很多東西是市場化的 但它明知有一些要害命脈 它拿著它不會被市場化 當然 其實反而港英的管治 都設立了某種我們說的 黃老的思想 其實是的 令你管了 但我不覺得你在管 這是最高的管治 所以那些獅子山下精神病 很多人說 香港是我們這些人一手一腳 出來 或者是傳統智慧 所謂智慧 是那些工業家 由上海被巡 走到香港 搞工業 我心想幾百萬工人 以及他們的家庭 是否這班企業家 這班廠佬 建宿舍給他們住 沒有地方住 他們住你的工廠嗎 這其實牽涉了所謂集體 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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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英國佬戰後英國勝負手上 他們用很多地 這裏 旁邊建工廠區 工廠區沒有多遠 以柴灣來計 觀塘 建屋村 又有巴士站 又有學校 小販又不理你 你在校邊自己開檔 很便宜 還有商場 一些賣基本糧食 還有賣基本日用品 一般居民可以用很廉價的價錢 便能夠生活得到 然後 廠佬便可以用低廉的工資 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為何會有甚麼香港 菲菲菲菲來的 很多政策 配到他不告訴你 不是靠你那班 獅子生下精神病 一咬一咬 所以 你如果看回有良心的英國佬 顧與德 值得看那幾本書 他真是現身說法 說回當年 英國管治是如何實施這些措施 其中一本是官出合作 共贏是如何產生的 共贏是雙向的 雙向的 所以 先前的良性循環是甚麼加科 就是廠家建廠聘工人 對社會有益 如果將所有社會成本 廠家承擔都會 廠家承擔不起 政府這個時候 建了很多廉租屋 令社會成本 由政府分攤 然後製造一個 生活市場 市集 設施 教育 還有醫療 醫療 醫療很重要 醫療醫生有公共的 你看病 基本上 將很大部分社會的成本 政府直接集體處理 現在麻煩了 醫生 以前私人側在屋邨 用一個便宜一點的價錢 就可以照顧屋邨的公民 居民 現在屋邨 家領會一家 醫生都沒有辦法立足 集團式 集團式 那醫療費貴起來 商品化 迫到公立醫院 輪街 輪急性 結果公立醫院便爆發 讀社會政策 有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商品化 即是說 人作為一個公民 到底他 有幾大程度上 要將自己當成一個商品出賣 即是最後 如果你的社會 社會社會的社會 是足夠的 其實人是可以 相對沒有那麼 即是簡單來說 你怎樣 真正要賣個身體出來 賣個身體 賣個身體 保障高 當然你說有沒有單身 有 有的 但是你衡量過之後 這個應該是社會 發展之後的一個 一個進步 不要說妨不妨 不需要爭取這些 我經常覺得 經常說要競爭力 但問題是 一個人有沒有錢 不是看他有沒有競爭 一個社會富裕 是否看他 能不能夠 將這個生活的水平普及 尊嚴 可不可以提升一般人的尊嚴 就不是提升值 不是提升值 你將人變成一種客體 你完全是那種思維 這件事其實是和唯物論是很相配的 如果一些人沒有任何人民價值信仰的話 只相信一套唯物的理論 其實它是完全無縫銜接的 將你當作人都是一個歷史進程的機器 但問題是要問一件事 我們最終人類 可以講宏觀一點 最終走向你想怎樣 你賺很多錢 但最後你沒有閒閒的 原來你一般人是沒有生活的 那你是有錢還是窮 窮得只剩下錢 有一句說話 一來 我想剩下時間不多 都回到剛才開始講的話題 所以為何他提出 到底會不會有陰謀論 政府無形之手管樓價管理率呢 其實他應該要有有形之手去管 而不是在家庫匯率利率微調 做一些小動作 相對來說 所謂入市的主要者 已經是小動作 真真政治做的有形之手 就一個主要是兩位 是太久過去開埠到現在 真的有歷史經驗的總結 就是政府應嘴硬 adam 可以去做一個良好管治的帶頭作用 否則社會分崩後 對啊兒都可以沒炒 他是一個共業 而 discord 都要講到這一點 樓價那一下 亦是另一個共業 政治代表壟斷了這麼多事情 沒有時場的情況 第一 因為私sel化 然後土地資源大量集中,政府根本沒有意價還價 你也不打算意價還價 在這樣的情況下,樓價炒到幾萬元一呎 你以為很富貴,進了樓的樓價 真的飛撲進去入席表 飛撲進去入表,跌下入表 我們聽到大家真是跌下,為甚麼? 97大家不是未試過的 大家是否忘記97發生甚麼事 但現在很多意識是,樓價根本不會跌 實際上是未試過不跌 有甚麼可能會不跌 我也說過結構上不同的一家科 內地資金湧來香港炒,是有的 但他們所謂指導性價格去了哪裏 商業單位,豪宅,大型店舖 你想清楚,所謂指導價格 整體市場向上拉,其實是沒有基礎 沒有一個經濟基礎的支撐 你說樓價現在炒到幾萬元一呎 請問各位打工仔,人工有沒有加到幾倍? 沒有 暫時來說,香港的工資中位數 以個人來說,大約15500元 你想想,工資沒甚麼大幅提升 20年來沒甚麼大幅大幅 但樓價現在大幅提升 供樓的能力比例是惡化得很嚴重的 萬一有甚麼移動,真是迫迫碰,開始倒閉 那你怎樣? 你會發生甚麼事? 補充一點,如果說個人的工資就有加 但大學生沒有加,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最重要的不是你加多少 而是你和基本生活需要的價格 是否先同步? 樓價肯定已經不是 最嚴重的是,我們說買樓可能都是針對的一個相對學歷 或者是社經地比較好些 基礎比較好些 但這個群體其實在這20年裏面 實質的工資是不增反減的 初出茅路的大學生的實質工資 因為物價上升,實質其實是跌了 尤其是 這件事其實是很大的社會不安屋的根源 所以為甚麼大學生這麼反患? 你明白為甚麼 要問,其實很多社會學家都做了 即是比較了不同年代的香港大學生 他出來工作五年、十年 到底他要存多少錢 才能買到樓 這一代的大學生是最黑仔的 你真是客觀數據說 因為計算物價所有的東西 但在說七、八十年代的大學生 他出來幾年真的能買到 現在不行 這幾年身邊見到很多 畢業之後幾年 二十多年,我接近三十左右 開始要面對要結婚的那群人 其實他們這些人生路 他們不會跟你說甚麼 真普選或說都不會 但問題是他們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那種不安情緒很高 他們不是說反政府 但不安情緒很高 就是因為住屋的問題 而他們的要求其實不高 而且是合理的 問題是你幾萬元一呎 他們的工資可能一萬多兩萬元 兩公婆加起來 頂籠都是三、四萬 你怎麽可能給他們見到有希望呢 他們只是但求安穩的 就是小夫妻小家庭 問題是適摩沙多 你怎麽托市都作用不大 而且數字是不會跟他們說感情的 你除非無限量的美金 拼命買港幣 維持表面七個八股平穩 但你就會愈來愈虛弱 失血 美國不會不增加 預算了 那香港何時會升 香港不是說多少錢的問題 這已經是最少人怕計算這條數 加貨 現在的息息很低 但是你還款銀行的利息比例就很低 但如果你從一厘升到五厘正常水平 利息是升五倍的 大家不可以考慮一下 你自己對賬單 銀行每個月發給你那條數 你還本金的那條數 另外那條數是利息的 你試試本金和利息的比例 如果利息那部份成五倍 請問有多少人頂一順 只是這樣選擇 而且你問息息會否有機會再比五厘更高 我記得九七前 就是樓價最高的最高的時候 其實在爆煲之前 息息已經超過一分 成十一厘左右 是比起現在多十倍 剛才你說的都是五倍 是多十倍 而那時候樓價仍可以升到這麼變態 現在的樓價比高的時候高更多 只要基數那麼大 你升少少息 已經很厲害 九七前的樣子都記得什麼事 中英談判限定 人為限制的情況下 樓價飆升 同樣情況 因為你是壟斷了土地工業 深刻 中英聯絡小組 中英聯絡小組壟斷了土地工業 情況下就是 你抽空了市場化的前提 就是人為的限量供應 就爆升 問題是當時就是這件事 當時已經是加息加到瘋了 很厲害 他用加息這個手段 其實當時是沒有辦法 壓止香港樓價上升的 原因當時已經沒有所謂的大陸因素 來炒香港樓的 但只限地供應 所以立剛建議是擺明的供求關係 問題是當時是因為有型之手限制了供應 所以爆升 現在是另一種無型之手限制了供應 就這麼簡單 根本不是自由市場 很明顯不是自由市場 一條一萬多個單位 你不斷說自由市場 不要嚇我 我一時大街欠了大部分的土地政府 是沒有的 你這裏是自由市場 玩嗎 其實根本來來去去 走不掉 其實是因為有隻手在後面 限制你供應 夾你爆炒 再加上現在大陸下來的那些錢 表面上是很難不升的 但你的確是沒有一個基礎去升 你收入沒有升過 你虛的數字 我的房子多了價值 所以我有錢 這是你自欺欺人的 而且千萬不要迷信一個謊話 叫做地小人多 但香港地小人多 這是事實 這是客觀事實 問題是地小人多 是不足以令樓價這麼變態的 如果真的地小人多 那樓價就止升不跌 我想再問一個重複問過很多次的問題 大家想想 1907-03年樓價是跌了六七成 那六七成是怎樣來的 那六七成是怎樣來的 人都不見了 是不見了六七成的人口 還是突然多了六七成的土地和住屋 兩個都不是 絕對不是人口還在升 那時候 土地和房屋是沒有減少的 包括現在更嚴重的 如果自己也要踢爆 而錢會撤走那怎麼辦呢 你沒有機會在這裏 翻波作浪 用借庭式來炒賣的時候 等於黃牛飛變成實名制 那會發生甚麼事 黃牛飛試試變成實名制 發生甚麼事 這個我講黃牛飛我更加過癮 現在炒黃牛都說要刑事化 搞到林鄭也紮紮跳意 特首,我們要喊喊喊喊喊 炒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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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民生和社會政治影響更嚴重 炒非還炒非,你為非才能生命 炒樓還炒,你弄斷團田才能生命 哪一個影響大呢? 有名叫團地的 對呀,政府高姑 團地的歌儀 很簡單,你到底想看那場表演 看那場表演,對香港社會沒有大影響 最多買不到票,調戲不順 就算炒到那一刻,賺了一點 炒樓和團地,對社會和政治推向非常危險 你獅子山下精神病,不能住精神病院 你真的爬上獅子山懸崖跳下來 我前日,過星期才去獅子山懸崖 對呀,養行山經驗 倒下來是不能救的 直落的 這些不是獅子山下精神 其實獅子山是很有人情味的 提醒你會有斷崖的 那個是一個漂亮的山 但不是亂走,跳下懸崖 閉上眼就可以走這件事 甚麼都可以賣 有一個民建聯的議員說 甚麼都可以賣 這個真的很有趣 甚麼都可以賣 早就賣了來賣 有一個很有趣的討論 一個自由社會 有這個基本是不可以賣的 如果你說人權有一個前提 我就是要禁止你將自己變成為奴的自由 對呀 任何你說你贊成自由 到底你為何反對我可以變成人做奴隸 不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現在已經是香港,等於變成奴隸社會了 變成遍地樓奴 遍地樓奴 你真的被綁死在樓架 跟以前那些農奴綁死在土地樓 甚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時間差不多 提醒大家關心這個息口 我關心匯率固自然問題 這只是一個其中一個冰山一角 值得留意 不是不值得留意 留意的背後那些家科 香港是無險可守的 萬一如果真正跟回美國加息的話 香港現在直接好像獅子山下精神病一樣 就站在懸崖邊 你還在拼命說所謂放任自由 但其實不是市場化的放任自由 還是大家攬炒 所謂自由 如果你沒有這些基礎 其實自由都是有基礎的 你要限制某些特殊的自由 例如那些 你不可以有特權 自由前排 你不可以有特權 例如壟斷樓 炒樓 團地 這些不是自由 你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基礎 首先是你不可以將自己變成奴隸 這個很重要的 奉勸各位樓樓 聰明一點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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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